请收看惠律法师柏学讲座 有的人就说 惠律法师你不替着你重 不然你就在嘉义啊台南啊山区买一块地啊 然后那里通通注你重 就依止师父的法通通替注你重 这样行得通吗 嗯 我卡路卡路 八十岁以后再卡路 啊你剃度以后啊你一个道场台南嘉义 啊不是常常要跑来跑去吗 跑来跑去 师父我们就看你的VCD啊 偶尔来看一下就好了 偶尔来看一下就好了 每天都打电话 师父又在吵架啦 你不来解决我们又把他看掉 我那么严重吗 严重 有没有转换的意义 没有 电话 师父你来处理 对不对 想这种人 还给他骗毒出家 这一集是真的 很恐怖的啊 真的就这样子 你剃度女重以后 你不教化他 是不是啊 还要给他担金 是不是啊 没办法的 有一次啊 我告诉你啊 有一次啊 有一个人告诉我 说师父 我们的这几个女重啊 要医治你 我说哦 是的 那我们不住在文书讲堂 我们医治总可以吧 我说可以 那你们几个怎么办呢 哦 一开始 哦 这女重重置城墙啊 就几个人 就在哪里 就在凤林 凤林路啊 大梁那个凤林路那边 户籍有个道场啊 好 那你们就通通住在这里吧 这个女重 一开始很热衷 七八个住在一起 哦 很用功 看师父的录音带啊 听说录音带 看VCD啊 嗯 他们就还讲到 咻 我们可以 半夜半夜来请教诫吗 我说 用电话就可以啦 哎 三个月以后 我说哎呀 怎么这么久都 没有打电话来啊 我说 有一天我说 打电话过去 关心一下 你们这几个比丘尼 医治师傅 怎么三个月通通没有消息呢 打电话过去 剩下 一个 我说 啊为什么呢 嗯 啊 吃就不怕鱼啊 鱼就不甩饼啊 啊 就 没有一个德高望重的领众啊 虽然说 大家想要聚在一起 就是谁都不服谁啊 对不对 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人 来降服这些女众啊 大家不是看VCD啊 看归看 烦恼还是存在 没办法 啊 现在剩下呢 剩下我一个 他们不回来吗 不回来 不回来 啊 我说 他走的时候 有讲什么吗 有 讲了一句话 随时才给你们担着会 阿弥陀佛 我不会说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男众啊 就是 男众就是 你有什么意见 吵一吵就过了 过了 现在啊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 一针法界啦 两个叫做福慧双修 三个叫做三邪针上 四个叫做四地正法 就这样子 难哦 真的很难 我们那个烦恼起来 按耐不住的 克制 那个不是你有办法的 说我告诉你 修行绝对不是吃 喝豆浆 吃馒头 吃那个烧饼油条 那么容易的 哪那么简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